不要急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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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文哲全副武裝 再戰一日北高 知識者貼心提醒又暖身 沒想到出發前 白拍合照 右腳卻勾到 一個重心不穩 連人帶車往後摔 還波及到一旁的黃珊珊 引發現場驚呼 還好還好 幕僚將人扶起 沒有大礙 順利啟程 休息時間吃香蕉 補充體力 坐在路邊大口喘氣 似乎有點筋疲力盡 因此這回自己的終點站 可無法像以往那麼遠 畢竟練習時間真的不夠 前後把重心擺黨團 身為黨主席更是一週兩次 到立法院黨團開會 但也引發寄生 國會疑慮 反向是民眾黨團 繼身黨中央 至於日前 柯文哲才親自出馬 和黨籍立委 跟國民黨團幹部參訓 雖然看四T藍白河鋪路 但也有人提出不同觀點 沈富雄就解讀 是柯文哲覺得黨團 被黃國昌搞成這樣也快完蛋 所以危機趕來了 尤其看黃國昌開協商會 卻沒有人理他 柯文哲覺得嚴重了 才在康園約吃飯 這叫新的鴻門眼 或許有了總統大選前者之見 藍尾對藍白河態度保留 但從主動遞出橄欖枝 到現在又再度展開一日北高型 不難看出柯文哲 想方設法創造話題 讓聲量不適溫 三宣王善選 台北採訪報導